哈囉 各位球隊大家晚安 我是阿東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林木伊朗職業組 for professional 的球邊複刻版的手套 那為什麼會想做這個主題呢 是因為前一陣子有一個來到店裡的球 對於這咖4P的手套非常的有興趣 那也問了阿東一些問題 那阿東覺得既然有人想要知道的話 那就花個十分鐘內的時間來拍個短片 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那順便來比較一下市面上 Mizeno Pro O的哈嘎夾片林木伊朗款 到底他們這兩咖的差異是在哪裡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 他們的盒子非常不一樣 這是廢話 這個盒子應該大家非常常看到 但是這個盒子 球員版的盒子應該是相對 算非常稀有 尤其是黑色的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止 馬上開箱 還是把盒子放在他們的手套方便 這樣各位比較好辨識 到底我的右手是哪咖 桌壽變哪咖 那基本上呢 恩 我們先講佛P的手套 職業組複刻版的手套好了 那基本上呢 雖然這一咖 並不是林木伊朗手上 實際用過的手套 但他所有的皮革設定 重量、皮革厚度等細節 大概都跟 林木伊朗手上拿的那咖 大概會有90%以上 是一樣的 那我們先來介紹他的特別之處 第一個就是在他 一個手口部位 手口部位 這是一個矽膠標 類似像G1的矽膠標的材質 那他的 小火鳥上面 的火鳥也是細膠材質 那還有一個亮點就是說 他在大拇指啊 大拇指的這一側 他是有一個 Ichiro專屬的刺繡 這個是即便你訂做 也沒辦法訂做這個刺繡 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再來看 一般的 Mizuro Pro 或者Haga Japan 就算他就是一個 白金的刺繡標 然後加上 小火鳥 這邊也是刺繡的小火鳥 然後在他大拇指這邊呢 你可以選擇Mizuro Pro的刺繡 那如果你不選擇刺繡 那基本上就是 黑色的鋼硬這樣子 那在掌心的部位呢 一般的訂製 他這邊就是Mizuro Pro 那下面一個Mizuro的註冊商標 這樣子 然後 在大拇指側呢 會有一個皮革 皮革的類型鋼硬 大致上就是 如此這樣子 那如果是4P這咖呢 他在 掌心的部位啊 就會相對比較特別一點 他就會是 上面是Mizuro Pro 那基本上他在下面會有一個 For Professional的鋼硬 那這一咖 更特別一點是因為 這一咖的 職業組 For Limuilang 的4P 基本上他是按門跟座手作版 所以他在 我的右手邊這邊也有一個 By Kousaku的英文鋼硬 這個就是 跟座手作版的英文鋼硬這樣子 那在大拇指 基本上這邊是 空空如也 他不會有 任何的皮革標示 那 在 小拇指這邊呢 這邊會有一個Model 2016 那也代表說 其實 這一款 JP手套 是2016年 來做販售的 那其實呢 林無一郎4P職業組的 復刻手套 並不能說是 世上絕無僅有的 這麼的稀少 其實在2009年跟2010年 這兩年呢 曾經出過他在水手隊的 黑色的版本 那在 這一咖之前呢 在2015 還有JP 2016 也曾經出過 橘紅色的4P的版本 那 基本上價格都是 不可能太便宜 那 我相信台灣應該也有人有收藏 那應該是 很安穩的 躺在你們的收藏櫃內這樣子 那 除了這兩咖 一咖是 職業組的 復刻版 林無一郎的復刻版 另外一咖是 一般市民廠相對比較常 看到的 Visional Pro的 Haga Japan 那除了外觀上的差異呢 到底 他還有 哪些差別 第一個就是 他的 重量 一般的話 我們的 Visional Pro的 Haga Japan 外野 大概會是 落在650克上下 那如果是更高級一點的 像是 漢之薄荷系列 或是 PSO的系列 這兩款 大概外野手 他會更輕一點 大概會落在600克上下 那 大概會落 600克出頭 大概600E之內 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這咖 A4P職業組復刻版的話 他的重量輕得非常誇張 大概不到540克 那為什麼會那麼輕呢 其實是因為 他把皮削得非常非常的薄 讓林無一郎在實戰 讓他在使用上呢 可以更快的進入狀況 不需要長時間的磨合這樣子 那其實皮革削得很薄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他在耐用度上面 他一定會相對打折扣 但是對林無一郎來講 耐用度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因為他可能 一整個球季 他可以用個兩咖 甚至更多的手套 他如果用一陣子 他覺得 這咖手套已經 他已經覺得 已經沒有辦法使用了 已經沒有辦法應付他 實戰的需求 那他可以就換一咖新的 基本上 他在換手套的頻率 應該是非常的高這樣子 所以耐用度 對他來講 並不是個問題 但如果是對一般人來講 可能會建議 你要實戰的話 還是拿這一種 相對皮革有一定厚度 他的耐用度 會比較好的手套 來做實戰 或是相對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 那除了 肉眼上 察覺不到的 重量上的差異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差異 還有另外一個差異 職業主 林毋朗復刻版的 這塊皮革 非常的優秀 他大概是我 摸過 摸過 這麼多手套裡面 最棒的 一咖 的皮革 他的皮革 細緻度 呃 非常的誇張 那可能 露眼上 那即便 我把他拿得很靠近鏡頭 可能 各位要 比較還是 有難度 還是有很大難度 因為 這可能要 露眼要非常近看 然後 手要去觸摸他 你才會有實際上 的感覺這樣子 那 曾經有幾位阿豆的 好朋友 好球 有這個機會 摸過這一咖 那 他們當下也是非常的讚嘆 這樣子 那 阿豆目前也只有這一咖 對 那如果說 你對 職業署的手套 真的很有興趣 想收藏的話 那你的管道 可能就是 啊 官方管 官方的管道 可能就是 透過美青龍 來做購買這樣子 那阿豆目前 也是只有這一咖 對 非常的寶貝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 就到這邊 那希望各位 各位對 Mizeno Pro 呃 林牧伊朗 復刻版的這款 Replica 的手套 能夠有更多的認識 雖然說在市面上 真的 真的相對非常稀有 但是 阿豆也在這邊 幫大家做個介紹 讓大家更認識這款手套 即便 在台灣要實際 看到 要實際摸到的機會 是相當非常低 那 我們今天的 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介紹 我們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 跟訂閱喔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